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阿根廷总统米莱访问美国 会见克林顿 阿根廷极右翼当选总统米莱27日来美访问 并在纽约与前总统克林顿见面 虽然总统拜登或许不会与其见面 但有声音分析称 上述举动或许意味着米莱与民主党的和解 米莱27日还评调犹太原教旨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目的 并宣称自己已经皈依犹太教 考虑到米莱与特朗普关系密切 两人的会面令外界感到惊讶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当天表示 米莱将在28日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面 但无法见到拜登 阿根廷是南美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 也是以色列在拉丁美洲的最大盟友 米莱多次说 他计划访问以色列 并将阿根廷大使馆从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 分析认为 这象征性的举动显示这位即将上任的领导人致力于深化阿根廷与以色列的文化和政治关系 而在天主教的大本营拉丁美洲 多数国家对以色列持中立甚至批评的立场 本届政府或将成为阿根廷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政府 美国否认倒逼乌克兰和谈 近日德国媒体爆料 德美两国予以限量军援 逼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求和 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最高官员詹姆斯·奥布莱恩 27日在一场电话会议上予以否认 奥布莱恩表示 华盛顿没有将乌克兰推向谈判桌的政策 并强调这是乌克兰自己的事 他还称 美国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 俄罗斯愿意进行实质性的真正的和平谈判 因此在乌克兰进行相关讨论毫无意义 只能算是一段投降的独白 这家德媒还称 西方大国另有一个B计划 可以在俄乌之间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 就冻结敌对行动 另据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日说 他相信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尽管美国国内出现反对势力 我相信美国将继续提供支持 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也符合我们达成的协议 佛州大陪审团呼吁对海外电汇征税 以限制无证移民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成立的一个全州范围的大陪审团 呼吁州议员对无证移民施加新的限制 包括对所有海外电汇征税 在一份长达146月的报告中 大陪审团呼吁向海外的电汇收取适当的费用 类似于俄克拉赫玛州对每笔电汇收取1.5%费用的政策 大陪审团称 这些费用能带来数千万美元的资金 可以用于加强执法教育或帮助州政府机构 处理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 对于这一报告给出的建议 州长办公室没有立即置评 但是德桑蒂斯对拜登政府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 一直持批评态度 并为此投入了数百万资金 海航波士顿至北京航班富航 2023年11月26日 海南航空HU730波士顿至北京航班 在众望所归中复航 这是疫情后海南航空首条复航的中美航线 该航班班期为每周三五七 波士顿起飞时刻17点40分 在短暂京停西雅图后22点起飞 北京时间0点30分落地北京首都机场 该航线采用波音787-9梦想客机直飞 作为内地唯一一家连续12年获得五星航空荣誉的海南航空 本次回归波士顿将为中美两国旅客带来便捷安全的出行选择 最新研究 近四成美国传统婴儿食品含毒农药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近40%的传统婴儿食品中含有毒农药 而抽样的有机婴儿产品则不含这些化学物质 这项研究调查了73种婴儿食品 其中22种产品中含有至少一种农药 研究人员称许多产品显示出不止含有一种农药 这些物质对婴儿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项研究考察了比纳、家宝和双亲之选公司的婴幼儿产品 尽管它未具体指出哪些公司的产品还有农药残留 以苹果为原料的婴幼儿产品最有可能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 其他还包括蓝莓、梨和草莓 研究人员称避免食用农药残留物质的最好方法是购买有机婴儿食品 这些食品受到更严格的监管 而价格往往与非有机婴儿食品价格相当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萌兰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谢谢您的观看